我朋友有个一模一样的 这么巧啊 姬蓉 郑玉 你怎么在这儿 佳兰找我来做蛋糕 你怎么在这儿 佳兰对我说过 姬蓉 你先坐 我马上回来 她穿的是睡衣吗 是吗 我没注意 你俩是不是在一起了 不是 怎么可能 但是她刚刚穿的是睡衣 那是可能就是她 衣服弄脏了 然后换的睡衣 她会随身带睡衣 那是我的睡衣 我之前买睡衣的时候 满意送衣 好了 反正你们俩在一块儿 我比谁都高兴 姬蓉 你先坐一会儿 我过去看看 好 你不懂敲门的吗 不好意思 姬蓉今晚要来 为什么不提早告诉我 我下午才接到电话 我怎么告诉你啊 你还有喷香水 这是我对待朋友起码的尊重 你不会懂 何正宇 我再再再问你一次 你真的对姬蓉 没有什么非分之想吧 我最后再告诉你一次 我跟她真的只是朋友 我不管你是什么 我现在警告你 浩子跟姬蓉 马上就要结婚了 待会儿出去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你想好了 我会一直盯着你 如果你跟姬蓉 说了任何一句不得体的话 我就会打断你的腿 一会儿你要老老实实地 做你的蛋糕 我和姬蓉的谈话 关乎到几个人未来的命运 不要给我头发 姬蓉 姬蓉 你们俩我去调一个新的口味 你们俩搞什么鬼啊 你问他 这边说 坐 你们俩早就认识 干嘛不告诉我 我现在哪儿还能见到你啊 怎么跟你说 我也不是总盲 你们俩同居了 我跟她 怎么可能 正宇 我觉得你 有一点儿不一样 怎么 哦 发型啊 不是啊 我是觉得 你从来都是一时一二时二 从来都不吞吞吐吐的 但是你现在说话有点儿 像她 像她 嗯 嗯 那我改 好吧 这样都不说我就不问了 说吧 你们俩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不光是找我来做蛋糕的吧 你从来 跟我来 就是 这嘛 嗯 esch되 是 你真的要跟江上豪结婚吗 都找你跟嘉岚当伴郎伴娘了 这儿用怀疑吗 不是 我接下来说的话 可能有些直接 你听了会觉得有些突兀 但是请你慎重地考虑 怎么了 跟上法庭似的 你是相信我的对吧 当然 丁顺豪不是你的依靠 他风流成性 前任无数 还有个叫陈可欣的 何仲宇 不好意思啊 吉荣 你等我一下 我刚才说话 你一定要好好口气 陈家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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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仲宇 你的野心终于露出来了 你还能怎么解释 刚刚不是说好了吗 老老实实带着 你干吗跑出来捣乱 我要是不出来的话 一个婚姻好端端 就被你搅黄了 我要再不出来 不知道你要怎么伤害吉荣呢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我要再不阻拦的话 吉荣的心就被上透了 我知道耗子是爱着吉荣的 我也知道他们两个 在一起很幸福 我还知道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而你这个时候出来阻拦 你过来看 看什么 你不是记者吗 我给你看看真相 好啊 我来看真相